现在对我们家里是变成一个死猪了 不管怎么样 死猪不怕开水烫 上丁时就上丁时吧 死猪不怕开水烫 哎呦 这话从何说起啊 是这样 这个杨如明啊 今年34岁 三年前呢 经没人介绍 认识了19岁的湖北女子洛丽丽 当年呢 洛丽丽的父亲洛正新 还亲自到江苏新化的这个女婿 杨如明的家里啊 视察了一番 对她本人和家庭呢 都非常的认可 就这样 两人认识了刚三天 就生活在了一起 虽然是绝对的闪婚 可杨如明啊 他那时候和洛丽丽的感情啊 相当好 他说 从小长得这么大 在我家里是带着去好了 我们也不是把她当外地人 然后我们邻居嘛 也是把她当自己人看待 听到很好的 杨如明说呀 闪婚的媳妇洛丽丽 从小就没了妈 正因为如此呢 杨介仁对她就像亲生女儿以外 一年之后呢 儿子壮壮地出生 更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限的温暖 可惜 好久不长 四月的一天 正在上海打工的杨如明 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说儿子啊 不好了 你那媳妇啊 带着孩子啊 失踪了 我打死了